哈喽我是网络上明镜审家发码 这期选题是咱们频道的支线情节 只在琳琅满目后日烟海的 平脑的好方法呢 我的话大概就是洗完凉 那一刻就已经睡意全消了 那股透心凉的含义和追刺骨的冰凉 有时候明里已经非常小心翼翼 但二还是有那么一两条漏网的小水柱 顺着手腕就溜到了袖子里 随时准备对你发起抬戏 冬季刺客Top10绝对有它的一席之地 而且如果说门把手的静电袭击只是短痛 那这个玩意如果出门没来的就吹干 在阴冷的南方能够持续折磨你好几个小时 于是在无数次冰冷的教训后 我找到了答案 原来只需要两个毛茸茸的吸水碗带 这个世纪难题就被攻克了 以往那种如履薄冰的小心翼翼 成为了历史 现在就碰上袖子很紧的衣服都不用撸起来了 用完扔在洗手台上第二天早上又干了 而且这玩意的价格只需要两块一毛六包油 如果你是88VIP购物卡用户的话 那么价格会彻底变成丧心病狂的一毛六包油 最后说下它的缺点 有买家反规说里面的皮筋不耐用容易断 而且无论什么价位的品牌都有这个问题 我这个一毛六都用了二十多天 倒是暂时还没有遇到 PS刚才提了一嘴门把手的静电刺客对吧 个人这么多年领悟下来最实用的办法还是摸墙 对没错就是摸墙 接地的那种什么产品都不用买 除了乳胶漆墙面效果稍微差一点 其他的尤其是大理石磁砖这类墙壁 没事儿轻轻碰一下 你被静电袭击的概率将会被大幅缩减 PPS刚才提了一嘴巴巴VIP是吧 那我下面发表的一番言论听起来非常像硬广 但实际并不是 就是我自己单纯想要案例 就是这玩意儿的生活卡 包含网易云音乐一年会员 优酷芒果二选一一年会员 那那么 那这玩意儿性价比算是高到有些离谱 但你都不怎么用的话 那就PPS OK下一个 说不上案例 但也谈不上拔草 就是最近刚好降温了 所以私心里来问羽绒服怎么保养怎么洗的需求 就多起来 但答案是 基本上怎么洗都会影响保暖性 那就又有人说用羽绒服的去制湿巾去无比之类的行不行 这个我在网上搜 发现一部分博主会吹得很神 什么都能几秒擦干净 然后另一部分主打说真话的测评 会讲这个东西鸟用都没有 就是纯纯的智商碎 那实际我个人体验过 觉得两方都有事偏颇 因为这玩意儿本质上就是便携的浓缩洗衣液 你想想出门在外 无论穿什么衣服鞋子弄脏了 能够随时随地掏出洗衣液来抢救 那怎么都比用纸巾或者湿纸巾要强一点 实测这玩意儿对于咖啡水果酱油汁等水性污渍 急救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为啥我又不是特别 非常的挑材质 对于纯棉衣服 稍后可能会有点估计 在那里 它更有点估计 一直看不见 比湿巾使用 品牌的话太子和湿王 感谢观看 洗的又快又好 里面是 手套一拖两手依然干爽 因为冬天接触水和洗洁精 让手部变 如果是擦了护手霜也能免于被洗掉 价格是6块5 另外说到护手霜个人这么 最便宜的 就是自身糖这个尿素红罐子 20块钱100克这么大一罐 手感不算上加 因为刚抹上前三分钟的质地偏油腻 但是却换来了无与伦比的保湿 以及持久性 还有尤其是修复已经均裂的皮肤 各方面都是绝对的行业T0级别 那么我见过所有那些花里胡哨的高价品牌 通通踹飞到墙角去 因为很重要 世界玩家没有添加任何香味 对男生来说也是五星好评 然后他也有便携的30克 这里不是广 可以很轻松地放进各种双天猫 但 而且是极差极热 秒速烧开 有常温45 60 80 100度五种档位 不过实测100档温度只有90左右 但也能满足咖啡牛奶和泡面的不同需求 那之所以有常温 是因为他还能接个管子插到大号桶装水里面 变成一个常驻饮水机 不过虽然看起来很神奇 但适用范围很小 毕竟家用饮水机 并没有袖珍和便携的需求 也就只适合插电露营和我这种出门在外 从来不敢用酒店烧水壶的人 所以带上这个东西 实现冬天出门的热水自由 带娃的家庭也能够很方便用到45度水 从婴儿奶粉 不过这个饮水机价格要200多 如果不追求速热和极致小巧 还有颜值设计的话 其实折叠热水壶也不是不能带出门 毕竟价格才只要几十块钱 那上面既然说到了牛奶 那我又忍不住提一句 就是这个叫居家的牌子 喝了半年我真的五星推荐 他让我找回了小时候本地的鲜牛奶 每天早上送上门的那种味道 然后他也是甘肃一个国企旗下的农业品牌 他们家论金麦 一袋一斤一斤四块五 包装很怀旧 但是便宜大乱 最关键是他的味道真的特别香浓 嫁人后能煮出奶皮子 喝完这个再尝一口猛牛和伊丽 那俩的味道基本就跟白开水一样了 不过这玩意值得一提是 他每百克蛋白质只有2.9克 卡在了及格线上 因为牛奶的香浓 抛开超量添加饼二醇的话 基本就只和奶牛的品种以及草料有关 自从麦曲尔事件后 事件局已经年打过一遍饼二醇了 当然前提是你和我一样能喝完一斤的话 那最后年底一到各种节就跟着来了 如果你最近有买礼物的需要 我这里倒是有一些抛砖引玉的建议可供参考 毕竟我在送你这块的品味 十里八香都是有口接杯的 比如最近我就给不讲卫生的朋友 买了这个舒服家味道的香水 这下至少应该没人批评他不洗澡了 给戴眼镜的朋友准备了这个 可以秒切镜片组的帅气眼镜 打底镜片可以选配平光镜或是镜视镜 功能镜片组可以在红黄黑和镜片四种颜色来回切换 镜视的朋友从此终于能够优雅的戴上墨镜 给朋友买了这个电子打火机 现在别说东风就是站在台风里点火 也不怕被吹灭了 给喜欢喝茶的朋友买了这个萌萌的茶包 我相信当他看到这个用法时一定会很惊喜的 还要给正在减肥的朋友买了这个写满祝福的体脂衬 希望他还有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 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保重身体 那么明年再见吧 拜拜咯